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涉及到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 导学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良好的开局 三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及教训 四 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五 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六 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现在我们学习导学 你已经预习过教材内容 说说对这段历史有什么大致印象 感觉这二十年历史挺复杂 探索挺艰难 道路挺曲折 的确 这段历史相当复杂 所以我们要抓住主要内容 基本线索以及主体和主线来进行学习 这一章主要讲的是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 在探索中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历程 成果预期则成就经验 时间跨度是二十年 即1956年到1976年 这二十年可以分两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是从1956年到1966年 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夕 第二个十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本章的基本线索是这样的 1956年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确立 我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党提出一书为建 实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开始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艰辛探索的时期 一任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有了良好的开单 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党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单 遭受挫折 此后出现了大约境和人民公司化运动 这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60年代初 党实行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到1965年底 调整任务全面完成 但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 尚未得到彻底纠正的左倾错误 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再度发展 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偏离正确方向越来越远 整体上看 这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 我们虽然曾经犯过错误 经历了严重曲折 但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 它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 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供了宝贵经验 理论准备 物质基础 正如1981年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盖过的那样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 总的说来 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领导全国各种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这是二十年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我们学习这一章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老师 因为这二十年历史的过程本身非常复杂 涉及很多重要人物 重大事件 在现实生活中 对其评说可谓众说纷纭 这就要求我们学习这单历史时 不仅要对基本的史实 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而且一定要用历史威武主义 变中威武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对相关历史进程 事件和人物进行分析评价 抓住主流和本质 避免历史虚无主义 尤其要正确认识这段历史 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那老师 我们要重点掌握哪些学习内容呢 通过学习 要达到以下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一 了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 中国共产党 为寻找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及其取得的初步成果 二 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及其经验教训 三 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在这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取得的举世注目的重大成就 四 了解中国共产党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 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希望大家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学习 对这二十年历史能够形成以下认识 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有良好的开端 二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 发生了严重曲折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三 尽管有曲折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成就 为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奠定了基础 积累了经验 嗯 老师 我知道了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学习方法 以及与本章相关的一些学习资源呢 本章的学习方式除了在线学习重点问题和课堂学习两种方式外 还有一些学习环节需要大家自主完成 一是拓展阅读 除系统学习本章教材和教学大纲 制定的阅读文献外 还希望大家拓展阅读一些相关的研究论著 二是观看一些有代表性的音像资料 三是参加社会实践 实地考察当年的历史遗迹 到纪念馆参观学习 还可以着些走访 调查 走进历史 加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 为了配合本章内容的学习 这里向大家推荐一些与本章相关的学习资源 仪式书籍 大家可以去看庞仙芝 金冲吉主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试著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二是影视篇 大家可以去看铁人王进喜 焦裕露和中国第一部歌舞史诗剧篇 东方红 还有大新电视纪录片 新中国 第六 第七和第八集 这些资源在网上都可以找到 导学部分就学习到这里 希望通过以后相关内容的学习 你会有更多的收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lan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